接下来法恩法师要来为我们介绍所谓的大智元伦 这个大智元伦呢最上层它有个莲花座 那上面呢它有佛的三身 佛的报身法身硬化身 那这下面呢一个大圆球呢 它是天龙八部还有诸天圣众 那上人慈悲来兴建这个大智山 如来圣经玄空法师 就是要让大家可以来成就这个大智 来成就这个庙法 让每个人都可以离苦得乐 那最主要就是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修行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因为由修行可以转变我们的信念 带动我们的共业 那包括我们的家庭 社会跟国家都会带来平安跟和谐 所以呢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修行 那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件事情 放在心里面耿耿于怀 大智圆伦就是佛世界的一个象征 圆就是代表圆满 也希望修得福慧两足尊的圆满 借由三门前的大智圆轮 呈现佛陀世界就在我们眼前 就会发入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向往 透过这样深深阿弥陀佛的佛号 相信有一尊阿弥陀佛 正在那个地方说法 我们相信就可以去到阿弥陀佛的世界 法际新闻 蔡孟章 台南采访报道